把這個畫面用拖拉的方式把它建起來 其實這有點像 以前早期用網頁也是把版型做也是一樣的道理 反正先把畫面先做好再來撰寫程式 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個畫面上會用到的大概就是會有一個Text View 加上13個按鈕 所以也許你要建程式的話 我們分步驟來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一行一行打了 因為第一個 這個我們可以直接參考雲端白板 程式部分 往下拉 當然你如果剛剛這個畫面沒有做完成的話 不然我看你乾脆先參考雲端上的東西先貼上 繼續往下走 那等一下的話 之後有時間再來重做過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會需要做宣告 那宣告在哪裡呢?宣告在 我們的這個Main Accupity的下面 所以記得這邊有個宣告物件 那我需要宣告哪些物件 就是將來你畫面上要被控制的那些東西 那所以呢 畫面上有個Text View 所以我就宣告一個資料形態 叫Text View給他 名稱叫 TST Show 跟上面的名稱一樣 另外的話 Button 總共也是一樣 會有 13個 因為從 B00開始 Button 所以 1宣告物件 那記得 如果最好是自己打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 利用雲端上面 放哪裡呢 放這個Class的那個Main Accupity的下面 這個Class 的下面 貼上 第一個完成 不過你貼上之後 它馬上會變紅色 紅色表示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不認得這個資料形態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Auto鍵加Enter 做什麼 Import就可以了 它就幫你 Import這個Text View 然後呢 Button Auto鍵 ALT加Enter 一樣 Import一下就可以了 他 Import進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程式裡面有 有問題 有紅色 一定要記得 ALT加Enter 這個一定必要的 因為ALT有時候它會自動幫你 把程式改完了 這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自己 從頭打到尾 一般書裡面就直接叫你要 打這個Import 然後再寫這個 不過我的習慣 這個打完 要花很多時間 乾脆偷懶一下 貼完再來Import就可以了 1 畫面上 2的話呢 怎麼樣呢 再去 跟畫面 這個 宣告指的是在記憶體裡面 配置一個空間給它 然後跟畫面上面的 其實兩邊沒有連結嘛 所以第二個 請你在什麼 SetContentView 這一行下面 那實際上 它是一個方法叫 Uncreate 那所謂的Uncreate 就是說 當 那個App載入的時候 就是一個 Uncreate 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要做什麼呢 你要把 畫面上面的東西 跟我們現在宣告的這個 物件名稱 做連結 那連結方式的話 我前面講過了 比如說這個 TestView怎麼連結 就打一個 連結 之前要講 連結 原件 那比如說 連結哪一個 原件呢 假設我今天 連結 總共會有 13個按鈕 加上一個 TestView 所以我這邊的話 第一個 連結的方法 之前有 Demo過了 所以我大概快速做一次 把這個 習慣上拖拉過來 然後呢 把它兩個顛倒 因為我要連結它嘛 所以我就直接 這個 東西 這個物件名稱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它又變成全形了 把它切一下 這個等於 把它強制轉型為 TestView 幫我去哪裡呢 幫我去這個 這個 這個Activity裡面 去找一下有一個方法 叫做 FindViewById 所以你打 點F 有沒有 這邊就出來 FindViewById 那這個時候 請你打個大R 這個大R指的就是 如果你剛剛畫的畫面 只要有 畫一個元件在那個 畫面上 它就會幫你登記 登記在哪裡呢 登記在這個R裡面 用什麼方法來登記呢 用ID的方式 因為我們屬性裡面有個ID嘛 再點 那我畫面那個東西的名稱叫什麼呢 叫 剛剛還記得吧 TST Show 就在ID的地方 不是填一個T 那如果你不是填這個名稱 比如說你填那個T01的話 這邊應該會跳T01 把它點兩下 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總共會有13個按鈕 那後面都一樣 所以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把那個 後面的東西 直接 拿雲端上面的東西來扣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做好那個13個連結了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你要想說 如果我按一下 某一個按鈕 哪一個按鈕呢 比如說按一下這個 1的時候 它必須要幫我變更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剛剛講過邏輯 按一下它 所以必須要怎麼樣 在 B01上面 怎麼樣 set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建立 所以 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我要去檢查 隨時有沒有 Check一下 有沒有 點下去這個動作 如果有 比如說我要檢查這麼多個 那當然 其實程式不用從頭寫 你寫一個其他來改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在 B01好了 先上面set一個什麼呢 跟方法跟之前一樣 set一個unclick 有沒有 unclicklisten 這裡面都 方法一樣 先在上面new一個 因為我要先怎麼樣呢 在上面增加一個listen 這個listen呢 實際上你必須 還是要建一個物件 它隨時去確定 不過這個方法 可能你稍微記一下 在哪裡呢 在button上面 或者在view上面 建立一個什麼呢 unclicklisten button上面 那set後面這一串 習慣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小刮弧 這個可以傳遞引述 在後面再加一個大刮弧 讓它去當 按下去實作什麼事情的敘述 不過呢 你有大刮弧 可是沒有實作 我上禮拜講過 一模一樣 Auto鍵加Enter 它會出現 因為你有大刮弧 可是你沒有實作 沒有實作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我要不要 幫你去寫這個程式 當然要啊 因為你如果自己寫的話 很容易寫錯 所以呢 自Auto鍵加Enter implement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它會問你說 不過目前unclick 只有一個方法 所以未來可能 那個 假設不是按鈕 可能是一個 下拉清單 或什麼的 它的方法好幾種 那可能會有實作好幾種 一樣啊 你也可以 讓它幫你實作按OK 好這個時候它幫你寫了 當你按下 就是在那個上面按下去 這個Listener就會知道了 知道之後的話呢 就會幫你觸發這個unclick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要做什麼呢 這個時候 那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 當我按下它 那我應該做什麼 上面要多個1 可是多個1的流程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說 這裡面到底有 有幾個字 才能夠補幾個字嗎 比如說你已經點了1 那在下一次點 你不可能又是1啦 變成又1 就是再多一個嘛 所以這個邏輯第一個你需要什麼 先把那個 畫面上面的東西先抓出來 那我怎麼去把畫面上 就是那個 TestView裡面的東西先抓出來呢 我可以 宣告一個String 因為我要去接嘛 那個裡面東西放 裡面東西是一個String 所以呢我這邊的話 就 宣告一個String的一個 這個 這個一個資料形態 String的資料形態 名稱也就要S好了 這裡面要放什麼呢 就是當我 按一下那個按鈕 那個按鈕的話 那我去抓那個 TestView裡面的東西 所以TestView TestView裡面 那我透過什麼呢 點 怎麼去抓呢 我前面講過用GET GET是取得 GET是什麼呢 裡面的Text 裡面的文字 OK 那取回來之後呢 記得還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把它ToString 再轉換成 那個一個 資料形態是String 自串的形態 丟給我們那個S 這個時候S裡面 因為畫面上假如預設是電話號碼帽號 他就把變化號碼 號碼這個 帽號 丟給這個String 丟個String之後的話 你還要做什麼呢 你要在後面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 1嘛 然後再把它丟到那個 TestView裡面 所以後面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 這邊 有沒有 就是直接加一個 直接用這個 就是TestView裡面呢 再利用什麼 SetTest 再 有沒有後面再補一個 1上去就可以了 加1 再把它丟回去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程式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 TestView裡面呢 前面是GET 有沒有 後面的話是SET SET 等於又多補了一個1上去 OK 然後呢 他就丟回去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寫好一個了 那其他怎麼辦呢 其他也都一樣 其實聰明的做法是 1好了之後 複製 貼 2 3 4 我還有 13 有10 其實有12個按鈕 其實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清除不一樣而已 所以假如你這邊已經做到這裡 我先Test看看 把它執行 浪在這邊看看 如果1按下去可以的話 那表示後面其實可以照做就OK了 所以一樣會有三個階段 宣告 連結跟建立 試一下這個 模擬器裡面已經跳出來了 這時候按下1看看 按下了 先把它GET過來 補一個1上去 沒錯 再補一個 有沒有 可以了吧 2的話呢 也是一樣 所以 2的做法 一直到緊 其實程式都一模一樣 當然你寫法還有很多種 你可以寫共用事件 不過我覺得 那個 對各位來說 有點還是太複雜了 還是用簡單的方法來寫程式好了 而且比較好記 這個我想應該都 各位應該都會了 改程式一定都會 然後2的話 一樣set一個unclick listener 然後當他 這個時候有沒有補一個2就好了 3456 一直到0 然後 米跟緊 最後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清除部分 清除的話比較特殊 清除的話是 當我按下清除的時候 有兩個邏輯 一個是全部清空 一個是清最後一個字 那這裡我想我們用那個清一個字就好了 那如何清一個字 不過這邊可能就是需要了解那個 Java裡面的 其實就是什麼 字串 類別裡面的那個 一個 叫 Substring的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抓最後一個字把它去掉了 OK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 我想這個剛剛寫的這個 CController 跟上個禮拜那個 HoloWord 基本上 應該沒有太大的差異了 一樣是 宣告 連結 建一個事件 反正 一直到我們最後一次上課 一樣也是 宣告 連結 再建一個事件 那利用這樣這一套 基本上 往後你在使用 這個 畫面上的 元件 的方法應該都一樣 寫來寫去也都一樣 盡可能的啦 你程式不要用太複雜的方法 反正以後 寫起來也輕鬆愉快 再來你 你將來除錯的話呢 你也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千萬不要 很習慣 用Google Google到之後貼上之後 然後 跑完了可以跑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跑 錯也不知道錯哪裡 所以之前常常遇到就是 有 有同學是 網路上Google到的結果 然後 他不會跑 就寫信問我 有時候 不是我的邏輯 有的時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OK 試一下 這地方